大家好,这两天我们在这边华人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话题 大家在讨论,讨论的还比较热烈 那我们也拿来今天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也就是说我们看了一下这个2019年的央视春晚 在央视春晚上呢,过去总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个魔术师 这个人叫刘谦,他来做一些表演 那这次呢,刘谦呢又来到了央视春晚 他表演一个什么呢?他表演一个拿着一个壶 这个壶呢,他找两个嘉宾坐在台上 然后呢,他往壶里倒了一点白水 然后呢,从壶里边就倒出了红酒 然后倒出了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又倒出了啤酒 然后呢,他又拿着壶走到了观众当中 然后问一个观众说,你想一个饮料 然后我这壶里边呢,我能给你变出来 那那个人呢,站起来说我要这个豆奶 这个时候呢,刘谦呢,就拿出手中的壶呢 又倒出了白颜色的一个豆奶 这样呢,大家这个鼓掌 哎呀,真是魔术师,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大家看的还挺热闹的 很快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就看到了一个揭秘 也就是说,在刘谦走到台下的时候呢 当他跟这个要豆奶的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呢 从摄影师的背后走过来一个刘谦的助手蹲在地下 然后呢,把刘谦手里边这个壶呢,给换了 换了一个壮有豆奶的这个壶 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在这个当着所有的观众面前做的 也就是说,在场的观众每一个人都能看到 在刘谦身后走过来一个人 这个人呢,给你换了一个壶 所以这个壶呢,就变成它的这个见证奇迹了 就是原来我倒进的是白水 现在倒出来的是这个豆奶了 就这么一个魔术 当这个东西曝光以后呢 大家就这边好像炸了锅了火 这种魔术 这个你拿这个百姓 拿电视机的前面人的当时商当傻子呀 这是娱乐不是这么娱乐的吧 所以我们讨论的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连损带挖苦的都有啊 其实他这个事情呢,是这样 他这个魔术呢,也不是他的啊 之前是Doris,另外一个老外这个魔术师 他表演的 那那个老外的魔术师呢 刘谦跟他模仿的是一模一样啊 只是有一个环节不一样 也就是说老外这个魔术师Doris呢 他呢,是倒完了红酒 倒完了白葡萄酒 倒完啤酒之后 他要换壶的时候呢 他还是在舞台上 他在舞台上呢 他把身子侧过去以后呢 他把这个壶呢 先用自个的身体把这个壶挡住 挡住观众的视线 然后呢,他走到桌子 他前面放了一个小桌子 他靠近了桌子 另外一手呢,在桌子上呢 左手呢,去拿那个杯子 右手呢,由于他的身体已经挡住了 所以他身体跟桌子在重合的时候呢 他那手呢,就从那个桌子后边换了一个壶 拿出一个新的壶出来 所以这个换壶的过程当中呢 他是用这个桌子呢 和自己的身体把它挡住了 前面看不见 但是后台是可以看见的 这个就是原始的这个 这个魔术的一个发明 最早他们表演的是这样的 那到了刘谦这儿呢 刘谦没有在台上放桌子 他自己走下来 走到观众当中 然后呢,找了一个人 直接从他手里边去把这壶 当着所有的观众的面具换一下 这么换下来 这个就让网友觉得 哎呦,这智商太低了 拿着电视机的前面人当傻子呀 这个所以就讨论的比较热烈啊 我们是觉得这个事情 网上很多评论什么大片子呀 乱七八糟都来了啊 当然啦,这肯定是片嘛 其实这个节目呢 它当然整个就是像网友说的 就是片嘛 从导演 从摄影师 从编导 从整个电视台 从在场的所有的观众都看得见 这个就是整个一个片 这不是变魔术 根本就是直接把壶换了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变魔术 这不让三岁小孩都看到 呦,那换了一个壶 当然它里边不是白水了 你想换什么就换什么 你换尿也可以啊 尿不也没人看得见呢 骗谁呢 就是骗那些在电视机前 傻傻的看电视的人 那些人一看以后 呦,因为摄影师只拍刘谦的脑袋 并不拍刘谦那只黑手 后边那个晃虎那个手 在摄影师的那个镜头里边是没有 但是呢,有现场的观众呢 他们把它拍下来了 拍下来以后呢 就放到了网上传出来 这样大家就看见了 所以这个真正看电视人呢 他们是看不到幕后这个动作的 所以他们只看到了有一个国际的魔术大师 把一个壶里边倒进了白水 进去的是白水 结果出来这是豆奶 乳白色豆奶 就知道看到这东西 它还鼓掌 现场人还多鼓掌 还惊讶 造假造的有点太过分了 不能造成这样 很多网友评论说 这简直是白吃到了极点 把这个观众当白吃 为什么今天讨论这个事情呢 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 我是觉得 其实这个现象呢 它反映什么呢 反映了一个综合这个社会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一些网友啊 在网站上留言 他就说 现在在台湾 争论节目已经没法看了 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 都是那些拿着通告费 然后在那有后台指使 那么那么瞎说 没法看了 这个就跟刘谦表演 这个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刘谦到了中国 拿了出场费 拿了多少 咱们不说了 弄了这么一个假戏 让全世界的这个华人去看 因为这个春晚 其实不光是在中国人看 就是像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 有的时候到春节了 也会看一看那个节目 这个世界各地的节目都看一看 所以春晚也会看一看 毕竟它那是国语的嘛 结果这个全世界 这个华人看完以后 国内的人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看到这一幕 我问了几个 好像国内朋友 他们不知道 他们看不到 那但是在海外的这些人 他也能看到 这个刘谦底下换呼这个动作 这个说明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谎言的社会 这个世界 你看看整个地球吧 不光是中国台湾这个什么名嘴啊 烂嘴啊 不光是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那些利益驱动者 他们操控了媒体 他们操控了民调 前两天我说那个民调的事情 有人说这个民调不准是有人 当然了 我当然知道他不准了 他就是有些人 故意在做民调去打击客温者嘛 但是呢 媒体在人家手里边啊 人把民调做了 好像很公正 然后播出来了 那很多人他们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的话 可不就是 就要影响客温者的形象吗 至于客温者自己呢 他也不是说一点毛病没有 他也是有他的 也是有他的短处 这个我们在这就不说了 我们就还是说这个电视媒体吧 所以现在无论是电视媒体也好 报纸也好啊 当你打开一看 你会觉得 你要是用这种 以前讲叫冷眼看世界 当你用冷眼看世界的时候 你觉得上面谎言特别的多 就很像这个刘谦做这种 这种欢呼这种动作 但是多数呢 因为你看不到后台 所以你看不到真相 所以你只能看到刘谦那个脑袋 只能看到大家在欢呼 只能看到某某总统在右掌脸 底下那么多热泪 那个热泪盈眶的去鼓掌 但是呢 你看不到背后的是黑手 当然让我们比较欣慰的 就是现场呢 还有一位比较正直的观众 这个观众呢 他应该是安排 这个观众都实现安排好的 他还是有点这个良知 把这个现场 刘谦这个欢呼的现场 落下来以后呢 就播出来了 这样的话在海外呢 大家就全看到了 看到以后 我是觉得像刘谦这样的人 以后还还能出来吗 还能 这个是不是给魔术界 已经给丢脸丢到家了呀 哪有这么变魔术的 骗人也骗的 当然我这有 这儿有些朋友 他们说 魔术就是假的嘛 对吧 那个本来就是骗的嘛 就 当然了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魔术假的了 但是的话 魔术假的 你骗人 你得骗得有点尊严呢 你像刘谦这个 当着面画那个胡 这骗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以后别玩了 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这么低劣 这么劣质的 这么白痴的动作 放在一个这么传播 范围这么广的一个电视台上去播出 最后让大家全看到 后面就是这么换胡的 就这么变魔术的 这个也太劣质了 你哪怕弄手法 玩个扑克牌 让人家看不清 这也是个技能 我们叫skill 你直接把胡一换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 看起来听起来挺合窍 挺这个 然后大家觉得呕吐 要呕吐 但是呢 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呢 拿过来看啊 就说这个媒体呢 从它反映来的 就是媒体是被操控的 现在台湾这种地方 不管是蓝绿啊 现在整个的媒体 你看你因为看不到 看不到谁能够公平的去 说一说可文哲现在干什么 没有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是说那些媒体 不管被绿啊 被蓝啊 他们操控的 他们就是为了 要达到他们的目的 因此如果有一天 像有网友留言 就说他已经看不下去了 那说明他已经 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中间的选民呢 他正在觉醒 我觉得这个呢 慢慢慢慢的去成长吧 因为这个认识一个事情 也需要过程 并不是说别人说了 说绿的不好 或者说蓝的不好 他就信 还是要靠他们自己 去悟出这个道理 当中间选民有一天 他能够看到 这些嘉宾 这些电视台 他们说的都是 由他们背后驱动的利益 在指使他们这样说的话 他们就不会相信了 他们就会尽可能的 用自个儿的方法呢 去探索一些真相 当他们有一天 知道了真相以后呢 他们就会按照 自己的判断力 用自己的智商 来决定自己将来这个选票 到底是投给谁 他就不会盲目的再去投票了 如果盲目的投票 他有时候投完了以后 第二天就后悔 这个东西就慢慢慢慢的 社会在进步 人民的觉悟在逐渐提高 判别对错的这个能力呢 逐渐在提高 这个呢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关于柯文哲的事情呢 最近一段时间 我说的比较少 为什么说的比较少呢 就是有些网友也来信 也留言 说你评论一下 柯B说的这个 柯B说的那个 不管什么 这个陷阱那个理论 我呢是这样 我呢从来不评论 一个人说什么 也就是说我 2013年的时候 观察柯文哲的现象 其实看了好几年 那个时候他在大学讲演 再在任何地方去讲演 到什么社团去讲演 说的也是对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不说话呢 我觉得说仅仅是你说 我们关键的还是要看到 他怎么做 那当柯文哲2014年 他走出来了 然后他选了台北市长了 在执政的那几年当中呢 他确实我们也看到了 他自己本人也没有去贪污 而且呢 他也确实在为民做了一些事情 在这个时候 我们依据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才开始说话 才开始对他这个人 产生了一定的认可 因此呢 我觉得不需要去评论 任何人说的 什么什么如何 你要说什么什么理论的话 我觉得台湾不是柯文哲研究的多 其实有一个人研究特多 那就是胡忠信 胡忠信现在他有自己的节目了 新闻大解读 但是好像那个 说实力不是太好 因为他选才有的时候有问题 胡忠信在这个 没有做自个儿栏目之前呢 他就是作为嘉宾 不管在新闻追追追啊 有时候在彭文正的节目啊 到处他也去上 每一次我发觉 胡忠信上节目的时候呢 他总能拿出一本 这个西方的 不管是经济学家呀 还是这个思想家呀 还是哲学家呀 他总能拿出一本书 从里边书呢 能够找到非常 有依据的一个论点 来支撑他的说法 也就是说 他看的书的数量呢 真的是不少 那他把全世界的这个 好像这些有名的 这些思想家的书都看了啊 我是觉得呢 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呢 不缺说话的人 就是说不缺思想家 也不缺哲学家 也不缺什么能写书的人 这个世界呢 不缺嘴 嘴太多了 现在你就看这个美中贸易话题 这个嘴恩赌烂了 不缺 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呢 缺的是真正做实事的人 也就是说你去做 这种情况下呢 你才能推动一个社会向前走 如果你确实是公平正义的 那你就去做 那大家呢 眼睛会看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做了事情了 这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对一个人进行评论 或者会下一个定论 到底他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做呢 也是一段时间的 也许他今天做了 明天他又不做了 这个也不一定 所以因此呢 我在过去 我是观察柯文哲也好 观察全世界 有一些政治选举 各个国家的一些 政党的一些选举的一些话题来讲呢 我主要的依据 还是看他们在做什么 因为在政治这个平台上呢 说话是不值钱的 嘴 这骗数在这个政治圈里边的话 这个骗数远远高于刘谦这个骗数 那个东西都是 大家都是律师 律师骗人的那个手法 那远远的比刘谦高多 刘谦这个手法比较拙劣 让人一眼就看到了 当着面骗人 当面撒谎 就好像这个当面撒谎一模一样 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用这个事情呢 只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生活在谎言当中 要是说一点真话 真的是挺难的 你像我们这个栏目组吧 我们几个人 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想实事求是 探索一点真相 说一点真话 我们不想看别人已经精心制作的 那种假象的电视 就像像刘谦这样 我们不想看 我们是想看到 幕后到底是什么 真相是什么 但是呢 偶尔当我们说一点点真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骂声就来了 谩骂 威胁 恐吓 甚至死亡都来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那种势力 他们那种骗人的势力 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这个小平台 就是几千个人 每天浏览量 几百 都上了一千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这么一个小小平台 只要我们一说真话 就有人进来漫漫 就有人进来泼脏水 就有人进来威胁恐吓 这种社会 说实在的 大家也可以去 慢慢地去观察吧 我是觉得是一个 很多情况下 真的就是一个 黑白颠倒的世界 你要想做好人 你要想做一个正直的人 特别特别的难 除非你就什么都不想 爱是谁是谁 关上电视机一关 我不看你了 这个可能心情还能好一些 但是大部分人呢 他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他还是愿意了解一些 新闻啊 了解一些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呢 就是提高自个儿 辨别是非的能力 这样的话呢 对未来 知道自己的生活啊 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啊 这样呢 会对这个社会 是有正面意义的 不要整天像这个 刘谦这样 这么骗人 然后本人揭露了 这个挺丢脸的 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话题 前两天确实讨论的 比较热烈 所以我们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谢谢 别忘了